華富邨,出現過UFO? 咦,又下雨,讓我試試拍不拍到UFO 嘩,真的有啊 原來有人在玩飛碟 讓我們看看香港的專家說說疑似UFO的個案 以前大家當作不關我事的那種看法 但近來幾年你會看到無論是傳媒或者市民 都開始在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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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於飛碟學這件事是越來越關心的 如果是香港的UFO案例 即是比較上普遍和特別的 可以說有三宗 第一宗是五十年代的時候 繼得機場的償空那宗 因為那宗是外國的新聞都有提及的 另外第二宗應該是70年代中期的那時候 在大埔吐露港那裡 中文大學和大水坑那裡 都見到那個橙色的不明飛行物 那宗都是幾多人的港同報紙都有提及 至於第三宗都會說到華富邨 有很多村民見到一個很大很巨型的不明飛行物 是從那個山邊飛到海的那個地上 那些山單都算是香港最出名的那些山單飛碟的案例